哈喽大家好,我是VC 今天我来到的广州宇宙中心 驻江星辰的蔚来牛屋 来看一看 我到蔚来来的目的就很明显了 一定是来看一梯五梯的 正好蔚来现在推出了新的购车政策 很多朋友就问我 新的购车政策到底是怎样的 现在该不该冲呢 用不着我来店里看了吗 照例咱们还是得外观内饰来一圈的 这个外观真的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打开这个小红书 就可以看到很多美女小姐 这个一梯五梯的美照 真的她对旅行车的诠释是很到位的 够修长然后线条够圆润 未来积累了那么多年的 这个外观设计语言 在一梯五梯身上真的是大放异彩 就连我这个拥有着最美旅行车的女人 看到她都得说一声 哇真的太美了 所以很多人在同价位选择的时候 前面有001 007 Model 3那种很厉害的 竞争对手在前面 但是看到一梯五梯 还是有很多人会无脑冲 我真的挺理解他们的 进入车内未来一贯的性能弹设计风格 那在性能弹设计方面呢 沃尔沃算是鼻祖了 但相对来讲啊 我会更加喜欢 蔚来的这种简约的设计 因为沃尔沃会用到一些 类似钢琴烤器的材质会发光 但是呢 蔚来整个里面都是磨砂的 这磨砂的质感 我就会觉得相反说高级一点 然后整个车座舱里面呢 这就是仪表中控 然后这个锁车键应急键 然后挡霸还有多功能方向盘 除此之外 就没有很多多余的东西了 这个Nomi的话呢 其实是需要选装的啊 4900块钱 但如果你不选装Nomi的话 语音功能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在他们的选装包里面呢 有一个脱挂模式可以选择 就是它有一个脱钩这样转出来电动的 它是有脱车之字的 就可以后面比如说脱一个摩托车 脱一个露营车之类的 其实很多旅行车进到中国之后 因为中国人真的不怎么用 所以他们都不申请脱挂资质了 但是这个东西对旅行车来说 真的很重要的 所以一定有低在国外 在欧洲真的卖挺好的 关于车内坐姿方面呢 有些朋友会反映 它的坐姿稍微高了一些 但是对于我一个1米58的小个子来说 我觉得坐姿还是蛮合适的 所以我们就邀请一下 我们1米75的同事来感受一下 我觉得1米75以及以下的朋友开 这辆车其实都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不会说很紧头很高的感觉 如果你是1米75以上的朋友 你有这些顾虑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到店来感受一下 这种感觉其实是因而而异的 后排空间 其实它是一个B级车座的旅行车 所以也不会像大家说的旅行车 一定后排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觉得它是够舒服 够宽敞的了 你看座椅长度 然后前面的空间 然后头顶的空间 而且它还有一个全景的天幕 其实视觉方面的开阳感是很够的 我的A6旅行后排 也没有比这个大多少啊 尾箱空间所见即所得 因为它有电池以及换电的一些空间在里面 所以地台垫的是比较高的 但它近身还是比较不错的 相对来说还可以啊 旅行车该有的锚点 真的很像电工 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配置方面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顶的了 首先标配电锡门并且标配激光雷达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基角 而且用的是英伟达的Driver Ring芯片 算力算是很强大的 然后它标配双电机四驱 那对于一台旅行车来说 其实会面对很多不同路面的 那有四驱的话 面对冰雪泥泥路面的话 就比较从容 简单的看完车之后 我们就来说一下 未来最近的一个销售政策了 首先是整车购买 就是包含电池的 它的价格是29万8千元 然后送5000块钱的选装基金 那如果你是租电的话 就是不含电池的 它的价格直接比整车购买少了7万 就是22万8千元 但是他们现在的这个Bus政策 也就是租电的政策便宜了非常多 75度电原来是980元一个月 现在是728元一个月 那100度电原来是1680元一个月 现在是1128元一个月 还送60张充电券 这样说可能不够直观吧 那我们就按未来的销售 做的销售方案来看 他们一般是以5年为一个周期 做方案栏推荐的 我们就看一下 以75度电为标准 5年到底比原来省了多少钱 728元一个月 那现在的政策是买4送1送一个月 送5年 那相当于每个月打8折 每个月就是582元 在电池的月租上 5年就比之前租电政策便宜了23,880元 那还送了60张换电券 就又省了6000块钱 那这个降价幅度其实还是蛮大的 如果按100度的电池来算的话 5年就省了54,144元 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呢 其实真的优惠了蛮多的 那如果你像我一样 换车周期比较平凡 并且也喜欢旅行车的话 现在呢 算是冲1T 5T 比较合适的时机了 因为配置也够 然后组点也便宜了很多 还等什么呢